先说呀就是这嫡公主那纯实面子事 哎 孤伦何敬公主两口子 这两口子自打接着这个 给这个皇贵妃穿效的旨意以后啊 哎 省钱了 怎么呢 不用去找堂子了 和这个托尼老师啊 也暂时的说了拜拜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我想您各位啊 现在一定已经开启了这过节的模式 没关系啊 无论您是这个偷德福生半日闲 在家里啊放松休息 还是啊这个出门踏青旅游 您呢该歇着歇着 该乐就乐 都不耽误我啊 在书馆啊给您讲故事 哎 这个假期啊 咱们还是老规矩 您歇啊 我不歇 这几句闲言勾开 咱们是书归正传 继续说这个乾隆皇帝的皇孙们 今天呀 就要说那位乾隆皇帝 最喜爱的皇孙 这爱心绝罗 敏恩 您看啊 咱们前一番啊 说的是他哥 就是那个爱心绝罗 绵德 这绵德呀 受这个乾隆皇帝的喜爱呀 那完全是因为 他身份在那摆着呢 长子长孙呢 又是嫡出 哎 这您算过这个儿来了吗 这绵德的身份 它确实特殊 有人呢 这个受爷爷喜欢呢 因为是长孙 有人呢 受爷爷喜欢呢 因为他是嫡孙 哎 这绵德了不得了 这绵德的既是长孙 也是嫡孙 所以说呢 这别的阿哥呀 他羡慕不来 这绵德这一生啊 受到乾隆皇帝的眷顾啊 那简直是太多了 咱们就说这个绵德的婚姻吧 这一元一季 两位福晋呢 那可都是了不起的家族 了不起的人物 等于呀 等于呀 跟这个艾勋觉罗 皇上他们家呀 都是连环寇的殷心 这两位福晋呢 都出自公主府 当然了 这个树福晋呢 一是跟觉罗市 有人说呀 是这个公主的嫡出 也有人说呀 他不是 是这个俄妇的树出 甭管怎么着吧 人家呀 都是来自这个公主府当中 那是啊 这正经八板的格格 就说这个乾隆四十一年 把这个绵德呀 得罪皇上了 为什么呀 因为结交外臣 被削了绝 一削到底呀 成了闲散宗室了 有人说呢 智卫给这么重的处分吗 当然了 这个地儿啊 我打算留个扣子 留到一会儿啊 咱们讲这乾隆皇帝 最后为何选择的嘉庆继位 哎 到那时候啊 咱们再深掰吃 这绵德的故事啊 讲完了 咱们呀 抛开他呀 咱们就往下走 说他的兄弟绵恩 这绵恩呢 是这绵德的亲兄弟 哎 同父异母 这绵恩的讹念呀 虽然也是伊尔根绝罗氏 可是啊 比起这个绵德的季福进来说呀 那身份地位差远了 这个伊尔根绝罗氏 他爹呀 是明太 哎 就是个七品小官 说实在 这绵恩一出生啊 不太受人重视 为什么呀 数字 还不是杭大 再有了 瞧这姥姥家吧 这姥爷的前程啊 七品 哎 都算不上是微末 在这皇上家一比较起来呀 那简直就是不入流 所以说呀 在乾隆皇帝这些皇孙当中啊 既没有什么存在感 当然更没有什么话语权了 那么是不是这绵恩 后来所得到的所有荣耀 都是老天爷保佑 保佑他哥免德 最后坏了是 这些荣誉呀 才落到了他的脑袋上 说是啊 成了这个皇上恩德 还不如说呀 要感谢老天爷 成了这个他倒霉哥哥的恩德呢 哎 不是 绝不是 您慢慢听 别着急 哎 我肯定给您交代清楚了 这绵恩身上啊 贴的金叶子 那全是自己一点一点正来的 要说咱们叔说到这儿啊 是不是我就该跟您介绍介绍 这绵恩阿哥是怎么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功劳挣到身上的 不行 这么着说呀 咱们就落空了 咱们呀 先得把这绵恩的出身捋捋 有人说这还不好捋吗 这乾隆他们家的长子 大个永皇的庶子 就是前头那个绵德的亲兄的呀 哎 我跟你说吧 没那么简单 虽然这史料上未写 这绵恩呢 很有可能被过继出击过 哎 他过继给谁了呀 过继给啊 这三二个永章过 有人说了 既然这史料没写 你是怎么知道的说书的 哎 咱们得分析呀 您看啊 乾隆二十五年的四月 那一年啊 是1760年 纯慧皇贵妃呀 公事了 其中啊 这个为这个纯慧皇贵妃 穿效的名单啊 非常有意思 我给您念念 这三二个永章 和六二个永荣啊 那字不用说 因为这两位二个呀 那可是纯慧皇贵妃的亲儿子 所以啊 这三二个六二个 和福晋应当穿效 再来呢 就是亲闺女 亲闺女是谁呀 和朔和家公主 还有这个俄妇福龙安 接下来穿效的这一儿一女呀 那是非这纯慧皇贵妃所生的儿女 当然了 也就是派出两位代表而已 一位呢 就是这个八个永玄 带着福晋过来给穿效 还有一位呀 身份就比较尊贵了 是这个嫡公主 孤伦和静公主 和这个孤伦俄妇 色不疼巴勒诸尔 这还剩下一位呀 就是这孙辈的人了 就是这阿格棉恩和福晋 也得给这位贵妃奶奶穿效 那他们这个效是怎么的穿法呢 哎 这就涉及到啊 这个大清宫廷的制度了 咱们呀 要说呢 咱们是由书至亲 由远至近的说 先说呀 就是这嫡公主 那纯实面子事 哎 孤伦和静公主两口子 这两口子自打接着这个 给这个黄贵妃穿效的旨意以后啊 哎 省钱了 怎么呢 不用去找堂子了 和这个托尼老师啊 也暂时的说了拜拜 把这个朝服和长服逝去呀 穿上这个校袍子 可就不能脱了 到什么时候才能脱呢 哎 没有具体日期 哎 带到这个纯会黄贵妃呀 这金官从集安所移到这静安庄并宫以后 这两口子就可以脱去这校袈子 这个俄妇呢 可以剃头 这公主啊 可以把耳环戴上 这下一个胆啊 就是这个非亲生的儿子 八个永玄和八福晋 还有这个亲闺女 和朔和家公主两口子 再有呢 就是这孙子 阿格明恩两口子 这几位啊 必须满月祭祀以后 才能把这个校袈子脱了 并且呢 一百天继日以后 才能够剃头戴耳环 这礼最重的 就得是这两位亲儿子了 三阿格和六阿格 永章永如 以及他们俩的福晋呢 广师不剃头 不戴耳环可就不行了 这几位啊 他必须得剪发 大概其呀 就是男的呀 得把辫子剪掉 女的呢 得把这个侧边并角上的头发剪掉 剪完了呢 那这皇子们前边的月亮门啊 还是不能够剃 这福晋们呢 也是不能戴耳钳子 那么得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呀 得到大七之后才能试服 也就是说 这校挂子 他们得穿到七七四十九天 那么哪天可以剃头戴耳环呢 哎 这时间长了 得到啊 六月二十九号 也就是这纯会皇贵妃 一百五十天的祭奠以后 才能够男剃头 女戴耳环 跟您说这些呀 只是捎在手的 跟您介绍一下 这宫廷祭祀的小风俗 那最主要的 我是想跟您说明呗呀 这皇次孙绵恩两口子 不是平白无故的 给这位贵妃奶奶穿笑的 这会儿啊 完全有可能 这绵恩呢 就已经过及到 这三个永章的门下了 那有人就说了 这永章不死 就过结儿子吗 哎 这永章啊 跟别人不一样 这乾隆皇帝 为他早做打算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他呀 是个劳病科子 身体一直不好 事实也证明啊 这母亲纯会皇贵妃 红氏不久 这永章也跟着去了 到了永章这班上 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给这个永章穿勾一百日大校的 就只有这绵恩一支 我想啊 这会儿啊 有了解这清代皇室的人呢 可能就有疑问了 说不对吧 这个永章他有继子啊 他的继子不是那个成亲王永兴的儿子吗 叫绵义啊 最后啊 这个习了这个寻君王的爵位 对呀 可你没算吗 这是哪年的事啊 皇上家呀 给这个永章过进绵义 那可是乾隆四十一年的事 这乾隆四十一年和别的年纪 他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有了 那一年啊 皇长孙免德被削了绝 这绵恩呢 才回到了永皇名下 习成了王绝 这样啊 这皇上家呀 才又给这个永章过继的一个儿子 就是免疫 听瞧 这时间线一下子就对上了吧 那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证据吗 哎 有 哎 说有这么一天 哪天呀 乾隆三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三 这寻君王的狄伏进 哎 就是这个永章的狄伏进 这永章一亡故啊 这狄伏进就以小寡妇的身份 搬到了这个圆明园基柱 就在这乾隆三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三 这寻君王的狄伏进呢 进城啊 去回娘家 看妈妈去 那他娘家是什么人呢 这伏进的亲恶娘呢 了不得了 那就是这个和朔舒慎公主 雍正爷的养女啊 亲爹呢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废太子应仁 这伏进呢 他没直接回娘家 先到这个阿格索 绵恩的住宿去了一趟 那会儿啊 这绵恩呢 还没吩咐呢 那他干嘛去了呢 却原来是啊 几天以前 这绵恩的士气 尤家是为这绵恩生下了长子 哎 这个长子啊 腰折的早 所以啊 就没留下名字 这伏进呢 是参加这孩子洗三季了 当时啊 在圆明园居住的 守寡的皇子伏进呢 好几位 为什么只有这个 永章的伏进去呢 哎 这足以能说明问题 人家这个永章伏进呢 是看孙子去了 关于这永章伏进呢 私自去绵恩的阿格索的记载 还有多处 如果呀 这两个人要没有这层 养母子之间的关系 哎 我估计啊 这乾隆皇帝 早就彻查此事了 今天咱们这班啊 您可能听着不是很热闹 不过呀 对于这个喜欢研究宫廷皇族脉络的人而言呢 哎 那应该听着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过节也给您更新的唯一动力 祝您假期有个好心情 咱们呀 明儿见 现在也将尽快的误补出 我给您看 把缓上出